大家好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五 我们继续跟进市场的情况 首先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其次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会员 那么今天呢 全球的市场目光将聚焦同一个人 谁 鲍威尔 随着来自全球各地的央行官员诺贝尔奖得主和顶尖经济学家 本周齐聚怀俄明州小镇杰克逊霍尔 参加2019年以来的首次线下年度央行会议 全球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对于央行货币政策的关注度 彻底达到了今夏以来的最高峰 按照官网的日常安排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于北京时间 今天晚上10点就美国经济前景发表演讲 这毫无疑问是今年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最为关键的一场重头戏 好啊 那我们届时要密切关注 盘后呢 我们将啊这个复盘他的一个这个讲话要点吧 早在差不多一周前许多市场人士就已经开始为鲍威尔今晚的演讲做起了准备 而随着演讲时间的临近 人们对今晚鲍威尔讲话的关注度更是达到了几乎空前的程度 即便是在不远万里的亚洲市场 不少资深交易员也特意为此临时调整了周末的安排 鲍威尔讲话比美国的就业数据更重要 甚至比往年的捷克逊霍尔会议都更重要 韩国的一个经济学家表示 通常在星期四或星期五晚上我会去酒吧 但今晚显然不打算出门 好的啊 非常重要啊 那么我们密切的关注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盘前大盘的表现 标普500指数期或微跌0.32% 那经过了前两天的一个小小的反弹之后 今天呢在盘前给出了一个弱势的整理行情 也就是一根小阴线的感觉 那么现在呢还看不出来接下来的方向啊 特别是美东时间今天晚上10点 也就是美东时间早上的10点啊 要开始讲话了啊 讲话的过程中市场呢也会反反复复的波动 那么全天的一个博弈呢 也不会终结于他讲话结束是吧 还要继续去波动几个小时 所以今天的行情呢应该会比较复杂 所以呢在技术面上呢 我们不用想太多 现在在技术面上不用想太多啊 因为今天是一个关乎接下接下来一段时间啊 全球货币政策走向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啊 关键的一个事件吧 会议吧 好 那么对于大盘来说我们啊 暂时不过多的去解读 那么对于技术面呢 我们还是看到的mcd的一个死差啊 呃呃呃这个想要形成金叉呢 务必啊这个呃 再次测试一下这个双重底对吧 然后呢才能去做多啊 否则当前这个位置呢 不适合去想多和空的问题 先应该把它当做一个洗盘 或者是一个下跌波段的一个反弹 暂时是这样啊 那萨克指数盘前微跌0.44%啊 那他的一个技术位呢和标普类似啊 不再赘述 我们看一下原油 原油呢 昨天呢是在日线图的这个横向阻力区啊 也就是左侧这个高点这 这个这个高点这 我们往这边弄一下 这个高点这 给出了一个回落 是吧 那么在今天盘前呢 亚洲欧洲交易时段呢 又反弹了呃 1.09% 我们看到一根小阳线啊 那么看日线是没那么清晰哈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我们看到昨天呢 我们是给出啊 多头必须等待直接阳线才能去做多啊 那么空头要注意啊 这个啊 给出的一个力度 对吧 那么昨天盘后呢 也就是尾盘呢 我们又说啊 看看今天能不能往上走一波 但是我们对他的一个预期呢 是一个避浪啊 或者是一个双重顶 对吧 那么现在呢 还是在一个摘幅横盘的状态 说他为什么也要横盘 因为他也要看 全球货币政策的一个导向 为什么呢 如果货币政策继续强劲的收紧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原油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博弈品种 啊 你在加息想打压 那我们另外一个博弈对方呢 他就想提高油价 但是呢 油价呢 又被打下来 这样油价呢 就有可能走一些震荡行情啊 所以今天呃 盘前呢 这个原油呢 也是有所停顿啊 也是有所停顿 大家看 就是横盘 那这样的一个横盘呢 在技术位上呢 理论上应该把它当做 此轮下跌的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高度可高可低啊 也就是避浪可高可低 那接下来如果看到阴线的话 可以去尝试做音啊 做做做空啊 做空 完成一个ABC 那如果接下来收线是阳线啊 表明空头应该继续等待 多头呢 应该继续看反弹 啊 这是当前的这个技术位 啊 当前这个技术位呢 并不容易去交易哈 并不容易去交易 也可以先观望一下啊 毕竟今天重要的消息面 对他也是有实质上的影响的 理论上当前美元较量的点呢 就是石油和美元的关系 货币政策与石油的关系 那么美国的美元啊 超超发货币哈 导致一些资产的一个 价格的一个推升哈 那么原油呢 顺势推上来之后呢 他愿不愿意下去 是美国内部以及欧派克 包括俄罗斯重点考虑的一个议题 我这里也说不清楚啊 所以我们看看 他今天会不会提到原油价格 或者叫能源价格的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应该会哈 好这个是原油 也是尽量观望吧 尽量观望 呃 我指的是日内交易者哈 啊 黄金 今天的黄金盘前微跌 百分之零点四一 你看啊 这些标的啊 他有涨有低哈 所以啊 尽管今天有重要的消息面 但是技术位置啊 技术的交易者 他还是做了一些微微的波段 是吧 有涨有跌 那么黄金呢 盘前是微跌 百分之零点四零 我们看到是一根 日线级别的小阴线啊 表明啊 此轮的一个反弹呢 暂时遇到了停顿啊 下跌反弹 停顿啊 我们一般会倾向于ABC是吧 那么AB B就到这了 或者是横盘线 再往上走 对吧 呃 那么这样的话 结合下方日线图的这个MCD啊 当前呢 还是一个洗盘的状态 还不是一个强劲的多头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果然哈 那昨天盘后我们说啊 需要等待下一根四小时K线呢 给出阳线再去做多 再去测试中间这个阻力区会好一点 很可惜 可惜什么 今天啊 新开盘的这个 这个四根啊 三根四小时K线呢 实际上并没有给出止跌的阳线啊 没有确认 没有阳线的确认线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就有点偏空 或者偏不虚震荡了 那你仔细看这几根K线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窄幅的波动 它为什么也要波动呢 因为啊 技术位上有洗盘的需要 如果它往上走的话 另外一方面应该也是考虑到今天货币政策 对于啊 它的一个影响 所以你看那些交易员们 包括我啊 包括大家 是不是都有一些观望的一些态度 观望就对了啊 那么今天应该还是会比较复杂的这个行情 所谓复杂并不一定啊 事后看这个线很乱哈 是我们啊 对它的预期表示不十分明确啊 所以我们统一 所以我个人统一 成这种情况叫做复杂 不清楚 非常模糊啊 不像我们之前没有这个消息面的时候 技术位走的比较清晰是吧 那这K线可涨可跌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重要的消息面都是可涨可跌的 好 这个是黄金 我们看一下天然气 今天的天然气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就够啊 那昨天啊 盘后我们再次复盘是说 那么前天给出的一个提高我们的移动止损到31啊 或者是30块5毛钱 作为检查位是OK的 那么当前还没有跌破这个位置 特别是昨天收出了一根小阳线 那么今天盘前又微涨2.57%啊 那这样的话 啊 我们可以这样一个微调啊 把这个趋势线调整到这两个K线这会更好 那趋势线呢 可以用来做止损用啊 移动止损 对吧 这为什么这么调呢 这就是K线显现出来一种力道 好像是不愿意跌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趋势线调到这 暂时是调到这 对吧 去设定一个止损用啊 设定一个减仓位用的 可以这么调啊 否则的话 你抱持原来那种走法 那你怎么去设定呢 你还不是按照这个低点来来来设定你的止损点吧 对吧 所以我们干脆就调到这 好啊 这个就是天然气的一个状态 我们看一下美元的一个运动状态 那么今天的核心的资产呢 应该就是美元啊 讨论美元的走向 那有一部分畅空美国或者是美元霸权的一个投资者呢 他认为美元霸权会啊 快速的退市啊 或者叫快速的消亡啊 这是不现实的 坦白的说啊 从我内心 我会感觉到各国呢 一方面呢 对于美元的依赖度呢 还是有一些的啊 但一方面也确实讨厌美元对自己的一个收割 带来的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但是呢 完全摆脱他 现在呢 又觉得不是很现实 所以呢 他有一个渐进摆脱美元的这样的一个长远的规划 所谓长远的规划就是美元暂时还不需要退出历史舞台 包括中国这边 我认为哈 中国对美元的一个 其实中国是利用了美元 达成了自己的一个全球布局的一个策略吧 包括和美国抗衡的一个策略啊 所以我是觉得 任何一方 包括美国自己都不希望美元完全的就退出历史舞台哈 那么现在最最最希望他退出历史舞台的相信就只有俄罗斯了哈 因为他被踢出swift的系统啊 所以 所以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所以今天不应该过于的畅衰哈 对于美元 这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技术位上呢 当前他运动到了左侧小高点附近 已经连着在这里整理了好几天哈 我估计呢 鲍叶尔他们心里边已经做出了一个策略哈 在权衡自己的美元地位 在权衡美元对盟国的影响 对这个所谓竞争对手的影响 对于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影响 它是综合考量的 以及考虑美元 它如何稳住美国的经济 或是怎样啊 它应该有一个综合的方案 所以美元何去何从 我暂时还是看不到 我希望 我个人有一个希望 就是他在这里 哪怕稍微空间大一点的几根K线 几根横线之间就震荡就行了 你要是再暴涨的话 我相信欧元 那就跌到八毛钱也是有可能哈 现在是九毛九了 我个人不希望他频繁的大的波动了 这样的话 就全国全球经济呢 就处于一种相对稳态的一种衰退 否则啊 美元再强势的话 我觉得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啊 因为啊 全球的这个经济呢 是互相嵌套的 只他好 那别人不干了 那你还是得不到好处 所以相对稳态会比较符合当前的状态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当然还是以鲍威尔他们的考量为主 如果美国是比较偏硬 或者是偏强硬的去收割全世界的话 那他也有可能继续走强啊 那那个时候会有更多的动乱啊 会有更多的不安定因素 我相信如果他过于强的话 那美股呢 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 这个是我的看法 好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标的 对于半导体行业呢 我们昨天看到的是一根指跌阳线的感觉 那么在结合技术指标 结合当前的运动状态 结合当前的市场的一个波动状态 我是觉得在几日啊 几个交易日啊 或者是下周早些时候 包括今天 有可能就先在这个窄幅的横盘区间内震一下 直到市场对于这个震荡区间啊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或者一个新的判断 咱们再做重新的一个判断会好一点 也就是下周才是我们重新啊 去衡量市场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一周啊 当前呢应该啊 先看一下技术位的一个横盘状态 行吧 这是半导体 那么呃 拜登总统这两日是签了那个芯片法案是吧 对半导体产业啊 对全球的半导体的一个产业的布局 是有深远的影响的啊 这是美国所期望的 但实际上能否有深远的影响 还需要继续的观察 因为博弈是动态的 因为啊 即便是芯片联盟里的成员呢 他也有自身的利益要考量 好 我们看一下ACB ACB目前是走了一个技术位 我们今天仍旧继续看啊 去测试这个小横架阻力区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U U呢和ACB有点像啊 应该啊 但是今天盘价又微低了啊 所以啊 所以近期呢 就不用看 不应该看强趋势啊 就是窄幅不动啊 就是窄幅不动 就OK了 行吧 嗯 不要急啊 不要急 不管我们散户不要急 那那些机构 那些央行们 不同国家的央行都在看 到底怎么玩 接下来的经济 接下来的全球经济 是打散了 重新玩 还是 维持住啊 慢慢的让它变得平稳起来 然后再重生啊 再恢复啊 慢慢的恢复 到底是怎么玩 这要看啊 美国的一个选择 那美国选择完了之后 各个国家就会做选择了 好 我们看一下B1 啊 B1呢 近期也是走这样的一个技术位哈 那么上次不断化处理之后啊 那很显然 它有意图在技术位上再去测试一下这个高点 所谓的B浪 是吧 AB 这个B浪有可能是齐平 是吧 也有可能窄一点 然后就往下跌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中概股的蔚来汽车 蔚来汽车 目前技术位上也是一个偏震荡的行情 对吧 你看这里 我我给你画一个框框 你就明白 他近期也是一个横盘震荡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用管为什么 横盘运动状态 就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他应该怎么走 他就横盘 所谓的横盘不一定是规律的横向啊 就无序 是吧 近近一个多月来啊 就是无序 这些K线 我们看一下Roku Roku我们好久没有说过了 对于Roku来说 我们没有发现他特别强烈的往上拉升啊 而是随着上周 包括本周大盘的回落而回落 但现在呢 还在下跌趋势之下 所以呢 后续呢 还要继续重新一轮的一个突破止跌的一个走法 这是Roku 我们看一下Disk Disk这个图呢 它属于当前的一个横盘运动状态 因此我们应该假设底部的这个横盘呢 继续横 其实近期好多股他都不愿意启动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横时间横盘时间越久 未来也有可能往上猛烈的爆发啊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对这类股要多加关注啊 多加关注 好 这是Disk 好 我们看一下Hood Hood这个图好多没说了哈 Hood其实它也是在这根横线 这根横线附近的一个博弈哈 你看它经过了一个上行波段之后呢 给出了一个回落 砸破这个虚实线 然后也是个避浪 对吧 所以近期是不是都在走避浪 好 我们看一下AMD AMD和刚才那个半导体啊 也是啊 走出了一个回撤的感觉 近期呢 也应该先看这里的一个横盘 不要预期太远 UPST UPST今天盘前下跌2%多啊 那它呢属于一个突破 走了一波 我们的波段话 处理 然后啊 回落 再止低 但是今天盘前又跌哈 表明这个位置还要再继续犹豫一下 所以不要想太多哈 先不要想太多 好 我们看一下META META也是一个底部横盘吧 大家看 啊 也是一个底部横盘 先假设这个横盘还在继续 如果你愿意做横盘的话 应该做多啊 应该先做多 好 我们看一下shop shop也是一个底部横盘 那么这两天 这如果是横盘的话 就把这趋势线可以删掉了啊 就先看横盘 这个地方就是突破的失败 它随着大盘跌了下来啊 然后重新继续震 好吧 这是shop 我们看一下木头姐的ARKK 也好久没说他了 大家看 他其实也是一样啊 说为什么这些股都是微微上翘 然后就回落了呢 没信心啊 还是多头没信心 我觉得大部分股票都是是微微上翘了一下就回落 只有一个别的股票是走了一波陡翘的 然后再回落 是吧 大部分股票 你看ARKK 它是一个股票集 木头姐选的股票集 就是微微上翘嘛 所以说整体行情呢 并不是十分强劲的牛市啊 好 这个图就意味着这个 我们看一下亚马逊 亚马逊也是一个窄幅盘 好吧 好 我们看 看几个那个AMC AMC是近期网友关注的点 那么在昨天呢 它是收跌0.1% 但是下方日线图的MCD过于的开口啊 死差开口 所以呢 我们特别急需大阳线再出现会更好一些 但今天盘前又下跌了哈 所以这个图呢 怎么说呢 你看它历史 走一波 跌一波 洗盘 走一波 跌一波 这波跌输了没 不确定 是不是 不确定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做腰股啊 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啊 只有少数人得手速快 看到不妙的信号的时候跑啊 跑完之后你就对了啊 尤其是这个直上直下的这处股 跑的要更快一点 好 这个是他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我们昨天盘后给出了一个状态啊 就是横盘 说他为什么也横盘呢 他也不确定到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弄啊 是吧 你看 这K线图告诉我们的 他的交易者 他不知道涨2D 是吧 我们对横盘的态度就是这种 第一反应就是没有 不知道怎么走了 接下来 是呗 那接下来应该划定一个 比如说 280 或者285作为你的减仓位 或者275都行 你得设定一个底线啊 作为减仓的 是吧 万一跌破了呢 是吧 SQQ呢 SQQ你看 我们说了吧 突破回财 你看这示意图都画这了啊 所以接下来看能不能止住啊 那一旦做空 我们的大盘指数是 是暴涨的话 这个图要暴涨的话 那我们的大盘就要走空了啊 所以我们要结合着看 说大盘也不确定 到接下来是 走 若是牛市 还是走空头 那我们这个SQQ 当然也是一样了 你也不确定 他接下来怎么选 大家明白吗 因为说这个不是下跌之后 突破回财 直接就可以走多头了吗 未必啊 未必 好吗 未必 最后我们把这个SIGA看一下 SIGA这个图 我们分析过一次吧 这个图 我个人不是特别 特别喜欢 那如果你已经做过啊 那近期应该考虑离场 是吧 是吧 你说是啊 离场了 还在做吗 没啥可做的了 这图 是吧 好 今天我们就先这样 我们盘后呢 要对会议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进行分析 好 盘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大家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